大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会继续在 《河西亚书广道》系列里面的第八广 如果你是想follow今天广道的大纲 你可以现在拿起你的手提电话 去scan这个QR Code 那你就可以follow一下广道的大纲 过了这个slide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现在就把握时间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这个礼拜 经历过神的爱 有些人说神是很难触摸的 很难是看不到 摸不到 所以是很难feel到他的爱 但如果你刚才有留意我说的话 我是没有问大家 你feel不feel到神的爱 我问你们有没有经历到神的爱 因为你知道 爱不只是一种感觉 爱是有行为和有表现的 他最心仪的女孩 他原来这个女孩是有一个梦想 他的梦想就是要学会弹钢琴 这样的时候 他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 因为你知道了 因为当时那个时代 是大多数人都不能够可以在家 有一座这样的 你能够私家的钢琴 他又是赚很少的钱 但这个年轻人仍然都是 很勇敢地走进了一间钢琴的店铺 就说要买一座钢琴 当时以他的经济能力状况 他唯一能够可以负担起这个钢琴的 就是要用三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分期付款去买一下这个钢琴 他知道的时候 他二话不说 就说我要买 他就买了这个钢琴 送给这个女孩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人 在他的行为 他的表现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个女孩的爱和承诺 就是不用怎么说 只是一个讲字 没有行动 他用行动来表示 我们就看看我们何西亚书第十一章 神也是用他的行动 去表示他对我们的爱 我们不只是说feeling 我们不只是说 我因为看不到 我摸不到 我feel不到 但是神做了很多的事 我们何西亚书第十一章里面 分了三个环节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 叫做爱的足印 我们就在神的作为 神的管教 和神的怜悯里面 去一起查考一下神爱的足印 这个是很简单的历史背景 因为我是一个facial learner 我很喜欢一眼就看完整个 一个big picture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留意一下中间的日期 在1050年 现在讲的是BC 就是before Christ 主前1050年 大约就是统一黄国的时期 这个时期就是 苏罗 大卫 和所罗门 三个黄 是统一 这个以色列国的 之后呢 过了这三个黄之后 就是南国和北国分裂了 那何西亚书这本书呢 我就圈了在橙色的地方 就是正正呢 在这个南北国分裂的时期 何西亚就是分裂的时期的一个先知 OK 这个就是背景 这张照片呢 就给你看到 南北国是怎样分裂的 橙色的部分是北国 红色的部分是南国 北国呢 是有十个支派 如果你知道呢 就是我们一会读经的时候呢 提到以法列 或者以色列的时候呢 其实指的是橙色的部分 就是有十个支派 是何西亚在跟他们说话 南国的时候呢 通常就是说的是 犹大和辩雅文 在圣经里面呢 你看到 指着犹大去说的话的时候呢 就是指着南国红色的部分 好 第十一章第一节 是这样说的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 我爱他如子 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但我越发招唤他们 他们越发就开 他们向朱巴力献祭 吸偶像烧香 却然是我 我引领异法连 用帮备抱着他们 他们却不承认 是我医治他们 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 你就看到 哇 很多action 很多的动词 如果我 这一章slide呢 就专门是用了红色 来去highlight了 神的action 神的动作 神的作为 这个神的作为 第一节有说 他爱他的子民 好像儿子一样 他从埃及召出他们 他引领异法连 他抱着他们 医治他们 有五个这样的action 其实呢 爱和从埃及召出他们 是一个很明显的 河西亚 立刻就已经和以色列人说 喂 你看看 七百年前 七百年前 你们是围奴之地 在围奴之家 在埃及的时候 你们做奴隶 你们祖先做奴隶 是我召他们出来 召他们出来不止的 神不是当他们是奴隶 神是当他们 亲生子一样 这样的去 顾惜他们 在 原文里面 引领这个字 第三字 引领以法连 引领这个字 是有包含到 教他们怎么走路 教他们走路的时候 就是好像一个 小孩和爸爸的关系 当你还不太懂得走路 或者你走路的时候 脚步不稳定的时候 用 引领 在前面引领 用帮臂抱着这个意思 也可以是逆作 挽住他的手臂 可以是挽住他的手臂 或者是把小孩抱起来 这个也是说一个多岁的小孩 走路的时候 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 爸爸是兜着他 这样去走路 帮他去稳定他的角度 去有保护的意思 在里面 你想想 小孩 他走路 你让他走路 他一定会跌倒 他跌倒的时候 家长和父母 就会在旁边 一定会兜着他 当他们真的跌倒了 砍伤了膝壳歌的时候 神就在这里 是很温柔的 去tender他们的wounds 神这里就说 医治以色列人的人 就是他 神就是这样对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又怎么样 蓝色这个部分 蓝色的部分就是 他们被召唤 他们越发召唤就越发走开 好像亚帮叫狗 越叫越走 向巴力献祭 向偶像烧香 不承应神 这个是一个 很sad 很惨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神 对他们这么好的时候 他们反而是走开呢 这个就是 刚才所说的 当何西亚 已经在大约 七八年主前的时候 他就跟以色列人说 你回顾一下 差不多七八年前 现在讲的是 1446 1446那时候 大约就是出埃及的时代 会顾一下 你们的过去 你们是围楼的 但是 谁才是真正的神 带你们出去 埃及 以色列人 背叛神 这个是很明显的 他们拜偶像 拜巴力 其实 我们今天不拜巴力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其他偶像 所以偶像 其实是什么 偶像是什么 我很喜欢 Timothy Keller 他在一本书叫 Counterfeit God 就是 假冒的神 里面 他是用英文写的 这是我尝试的中文翻译 但是他就 基本上就是这么说 他说 任何一些对你来说 是比神更加重要的东西 就已经是 就已经是 一个偶像 你想想 你有什么 在你的生命里面 是完全吸纳你的心 吸纳你的时间精力 和你的思想 你被这些 什么东西 是占有了你的心 和你的时间思想的时候 这些东西 就是成为你的偶像 有很多人 花很多时间 在电话那里 在电脑上面 社交媒体 在打机 娱乐 体育 很多人 尤其是 你又在这些事情上面 花了多少时间 还有 要提醒的就是 如果你自己 觉得你 比全世界的人都重要 甚至你比神 更加重要的时候 你是很危险 因为你是 将自己 成为自己的偶像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四节 第四节 我用磁城爱索 去牵引他们 我拿走了 拿去 他们颈上的鸭 温柔的 是去 喂养他们 这个是 NET的中译本 其实 说得很明显 就是一个 动物的图画 动物的图画 是说 挪去了 我颈顶上面的一个 握 但是如果你看 有趣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看 其他不同的译本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 是 惯用的是 一个什么的译本 如果你看 不同的译本 好像现代中文译本 它是这样译的 它是说 我用磁城爱索 牵引他们 我抱起他们 像抱婴鞋 灰贴在面额上 我腐下身子 为养他们 这个很明显 就是一个 婴鞋 和家长 的一个图画 两个不同的图画 但是同一节 在讲第四节的时候 究竟是一个 动物的图画 还是一个婴鞋的图画 传统的诗经 是 是动物的图画 你看到我将 希伯内文 原文打出来 是图住了 在那个握字后面 那个翻译 就是如果你要transliterate 去做英文 它的拼法就是ol 但是婴鞋的拼法是ul 其实那个分别 就是一个vow的分别 现代中文译本 他们 其实NIV 如果你看英文证经 NIV 它都是译造 婴鞋的译法 就是因为 他们觉得 头三节 刚才读过头三节 都是在讲以色列人 好像神说 我爱他们 好像个儿子一样 就是在讲父子的关系 所以他们觉得 第四节 理所当然 就应该是 承接头三节的 都是一个婴鞋 都是在讲孩子的意思 所以其实他们 是将原文的o字 改了做u字 来取悉这个meaning 我刚才所讲了 传统的时候 传统的诗经 都是觉得 这个 就是翻译的时候 都是翻译 做一个动物的形象 动物的形象 为什么 这个是传统的解释 这个也是我 我偏向的 一个 诗经的一个方向 就是因为 在何西亚书 如果你记得 之前有讲到的时候 第四章和第十章里面 何西亚有将以色列人 是比喻作为一个 什么 比喻作为一个 挖强的武牛 这四章十六节 亦都是比喻作为一个 顺服的武牛毒 这个十章十一节 既然何西亚已经是将以色列人 是比喻为一只牛 那就更加在这里 就是用慈性爱索 来去牵引的时候 就是比较配合一个 动物的图像 动物的图像 才是传统的理解 下一章 我们就用红色 再一次用红色 来去 highlight了 神的作为 因为我们在说 神的作为 在短短一节经文 就是第四节的 这一节经文里面 已经有三个动词 是很厉害的 就是一段这么短的经文 牵引 拿去 和围养 但是首先我们 我们一会儿会看看这三个字 但是我们看这三个字之前 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 究竟颈上的厄 这个厄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见过厄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 我这里有一张图片 这个就是厄 这个厄是怎么用的呢 你怎么用这个厄 你看到厄上面有一条横梁 这条横梁呢 其实呢 你就是将它放在 动物的颈上 那你就 锁住了那两只动物 锁住了那两只动物 来做什么呢 其实你想想一下那个意境和图画 就告诉你 如果你是主人 你能够将厄放在动物身上的话 动物就是你的奴隶 动物就是要帮你去耕铁 谁能够将厄放在颈上的 就是主人 那下一张图像是怎么用的 这个就是厄 厄就是这样用的 你放在动物上的时候 那他就帮你做事 那你就control 你就是管理这个动物 动物呢 你就basically 就是主人呢 就basically是为所欲为 你要想它怎么就怎么 动物没办法 何西亚在这里说些什么呢 说神拿去他们颈上的厄 说的是厄这种字 是在这个旧约世界里面 很自然就已经是回想到 他们是在埃及围牢的时候 那一段时代 又是说他们做奴隶 被埃及去管治 去厄制的那一段时代 厄制他们 他们没有自由的 那你见到牛 他们哪会有自由呢 他们只能耕田 因为他们是奴隶 神就说 他拿去他们的厄 颈上的厄 这个是第一个action 第一个动作在第四节 第二样东西就是牵引 牵引呢 你要知道 怎样你才可以牵引到一些东西呢 就是你一定要站在那样东西的前面 你不可以站在那样东西的后面来牵 如果你站在那只狗后面牵着那只狗 其实是那只狗带着你 是不是 那只狗在你前面走 然后你就拿着一条绳子 你就跟着他跑 那是谁牵着谁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有authority的主人 你训练那只狗 他 either在你旁边走 或者他是跟着你后面走 你有条绳子跟着 他是跟着 你在前面 带着他 这个是牵引的意思 有前后之分 神在前 牵着 神在前面 OK 这个第四节 他还有有趣的地方 脾制的承索 和这个磁城外索 磁城外索 通常都是中文译本 很多不同译本 和修本 现宗 环球译本 都是用磁城外索去翻译 但是呢 我就比较喜欢这个NET的中译本 他用脾制的承索去翻译 为什么有这个脾制的承索 和磁城外索的分别呢 你就会看到 原文 它有两只字的 一个字 是叫做Adam 你听Adam这个名字 就已经知道 好像Adam Adam就是一个人 它的确是人的意思 所以 在很literal 很直译的方式 来译这句字的时候 就应该译成 人的承索 如果你看King James Version的话 这个也是 quartz of man 是人的承索的意思 人的就是直译 但是为什么会译成 为什么会变成了慈爱呢 就是一个绳也可以是慈爱 怎么是一个慈爱的绳呢 他就取了人的意思 取了他 human的意思 取了做是humane 就是人道 有人道 有慈爱 有仁慈的意思 就取了个意思 来翻译 所以就译成 词成 但是 Adam这个字 除了是人 之外 亦都是皮 皮 就是leather 皮制的意思 是皮来的 一个material 一个皮 如果我们讲的是 一个动物的形象 动物的形象 刚才我们讲第四章的时候 I mean sorry 第四章的时候 讲的是动物的图画的时候 用皮的绳去拉住一个动物 是比较贴持 也应该是近似原文的意思 另外那个字叫做ahava ahava这个字 其实大家应该要懂 因为这个字就是爱的意思 这个字 就是希伯来文 爱这个字 又是吊诡的 就是 很多字 其实广东话也好 英文也好 你都有很多字 写法也是这样写 串法也是这样写 拼音和pronunciation 就是你的读法 都是这样读 但是它有 more than一个意思 它有不同的意思在里面 它有双重的意思 含义 ahava这个字 一样 除了爱 它也可以解作是皮 其实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 这两个字在同一节里面出现 你可以解作 磁城爱索 也可以解作 皮承皮索 就是皮制的成索 如果我们 again 是go back to一个 动物的形象的时候 动物的图画的时候 是用皮承皮索 去拉住的时候 是代表神是有慈爱 神是很温柔 如果你有养个狗 这个是用皮承皮上去拉住 这个动物 这个牛 生畜 但如果你有养狗的话 狗 你要摆个harness 你要摆个狗带 上去狗 那里的时候 你不可以弄得它太紧 你弄得它很紧的时候 或者你拖它出街 它有跟你斗拉的时候 你会挖伤它的皮肤 你会弄成它 神用皮承皮索 去拉这些生畜的时候 是牵引这些生畜 不是跟它斗力 或者是要令它受伤害 是一个很温柔 很柔轻的一件事 因为皮就不会那么容易 去拉到这些动物 是这个图画第四节 再看看第四节 刚才讲了 有三个动词 神有三个作为 说了 拿去他们的握 用皮承皮肤去牵引 第三个是 温柔地喂养 你就会问 温柔的喂养 神何时喂养的以色列人 神何时喂养的以色列人 诗篇81章 神说 我是耶和华里的神 曾领你出埃及出来的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吸你充满 四十年 四十年在抗野 他们没有穿没有难 可以说是 连脚都没有肿 你看生命记 脚 走了四十年抗野 没有肿 衣服没有难 再看回这个timeline big picture 神又再跟他们说 你望回全头 七百年前 在抗野四十年 现在讲的是 主前1406年的 大概这个时间 出了埃及 在抗野四十年 这四十年里面 你们是怎样过的呢 当然是有神的保守 如果不是的话 不会无穿无难 很早之前 已经可能被野兽吃了 四十年 他们是抗野食物 刚才诗歌里面 我也提醒我们 四十年是吃什么 是四十年吃玛拿的 四十年吃玛拿的时候 玛拿是什么 玛拿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 当时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 有时更加贴切 我可以说是很过瘾的 他的形容词是怎么说 不是只是粮食 从天降吸你这么简单 神是说 I rain bread from heaven I rain bread from heaven 好像下雨那样 但是不是下雨 是下一些面包 你想想一下 意象 由天空下雨 但是下面包 那些面包就是给你们吃的 这个就叫做玛拿 这个就是天上 刺下来的粮食 不单只是一次 是四十年 再有趣一点点的 如果你们对希伯来文有兴趣 我觉得真的很鼓励 大家去继续的转研 我打了希伯来文 玛拿那个字 你看到一个符号 其实如果要translate 做英文的符号 应该是translate 叫man 就是man man 那你便会问 以色列人见到的时候 他便说 见到这些跌下来的玛拿的时候 他便给他一次 他问在出埃及的那里 说十六章 他说 这是什么 那些人原来不知道 那是什么 就是他连玛拿降落地下 那些是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我用广东话去传译这句的话 我就会说 他们见到那些东西 他们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 他们就说 哇 那是什么 他们大家在那里问 那是什么 原来那些什么 就是玛拿 他吃了 玛拿吃了四十年 吃了玛拿吃了四十年 因为每次他们refer to 玛拿是什么的时候 他们就用同一个字 希伯罗论 玛拿是什么 下一张 八个动词 哇 真的很action pack 我觉得这个是action movie 就是动作片 四章 四节里面 就用了八个动词 神爱 爱他们好像儿子一样 神朝 朝他们出埃及 离开围楼之地 引领 是有教导意思 刚才说过 抱着他们 玩着他们的手臂 anytime他们可能会跌倒 或者是受伤的时候 已经准备好 医治他们 怎么引导他们 用皮承皮索 好像引领animal 引领一个动物的时候 很温柔地 去拖大他们 拿走 拿走是什么 拿走他们颈顶上的颈 就是在说 拿走他们的bondage 拿走他们 围炉的一个 负担 围养 刚才说了 用这个 这个 玛拿 去围养 不单止是玛拿 你记得 如果你是 看圣经的 出埃及记的时候 他是 朝早到夜晚 有火柱云柱 去保护 以色列人 还有 去到抗野的时候 去到沙漠的时候 没有水喝了 没有水喝的时候 怎么办呢 神就让水 在盆石出来 水在盆石出来 water from the rock 这样去喂养他们 现在思想一下 神 他过往昔日 是这样的 爱惜以色列人 顾念他们 带他们出埃及 四十年走过抗野 无村无难 神 他透过他的 什么的作为 今时今日 是表明 他对你的爱 思想一下 爱的族人 我们下一个环节 就是要看一下 神透过他的管教 怎么样 见到神爱的族人 第五节 那里是这样说的 他们必归回 埃及地 亚稠人要作他们一王 因为他们不肯悔悔 刀剑 必临到他们的城入 毁坏门山 在堡垒中 把人吞灭 我的民一心要离开我 他们求告巴力 但他必永远不能告举他们 我再用红色去highlight一下 红色highlight的时候 是三个字 你看到 归回 悔改 离开 为什么highlight这三个字 为什么highlight这三个字 有什么特别 因为原来这三个字 在原文里面 是同一个字 中文有时就是这样译的 他不会用同一个 他不会归回埃及地 因为你们不肯归回 我的民一心要离开我 他用不到三个同一个字 来告诉你 其实是同一个字 但也有之前解释过的情况 因为一个字是有很多意味的 一个字的意思是一个广泛 一个range of meaning 一个广泛的意思 如果我们看这三个字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神这个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判决 这个是有罪的判决 为什么要判他有罪呢 还有判决是什么呢 判决就是回埃及 为什么回埃及是一个判决 因为七八年前 召他们出埃及 出埃及是一个好东西 出埃及就是 不需要再围奴 而判决告诉你 现在你有罪 所以你要 什么呢 回埃及 回埃及是一个惩罚 为什么回埃及是一个惩罚 回埃及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他们要再被奴役 就是他们 神明明已经是 将他们释放了 但是因为他们不听话 你们就要回去 文学手法上 很漂亮的 他做得到这一句 第五节 他用归回和悔改这个字 你看到我将希腊文带了出来 那个字形 你只是看下那个字形 你就已经觉得 哇 那么像样的一个字 除了第一个符号 有点点不同 就是因为 是同一条纸巾 同一条纸巾 你们必要归回埃及地 因为他们不肯归回 说的是 你们不肯归回神 不肯回来神的身边的时候 那你们就回埃及了 听不听得懂 你们不肯回去神的身边的时候 所以就要被神要去审判你们 你们就回埃及 同一个翻字 翻回 悔改 文字游戏 我很喜欢这些wordplay 其实在中文圣经 可能就真的很难 完全地 将这些文字游戏翻译 Shuv Shuv这句字 希伯来字 我打了出来 出现了二十五次 二十五次 就是在河西亚书出现了二十五次 二十五次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很多次 repeatedly 在圣经里 但同一只字出来的时候 就拿到你的attention 就是说 这只字 是很重要的一只字 你们要注意 注意 为什么这只字又出来 但是这只字 的妙处就是 你看到我打了出来 可以解作 转 转走 转身 转回 转离 离开 归回 返回 回来 回去 回转 悔改 都是同一只字 说的是同一只字 Shuv 那么这个文字游戏怎么玩呢 懲罚和他的罪行 是相符的 他的罪名是什么 神落了他们的罪名是什么 他就说 你们拒绝 返回我的身边 你们拒绝 回转 拒绝 悔改 所以要被你的惩罚就是 你们要回埃及 就是刚才说的 inclusio inclusio sorry 刚才没有解释很清楚 在一句说话里面 就是第五节里面 Shuv 这个字 是在说话的头头 一开始就有一个shuv的字 all the way 去到说话的最尾 那个sentence最尾的时候 又是摆一个shuv字 他就说 你们 你们要回埃及 因为你们不回来我的身边 用一个inclusio 好像一个bracket 这样的手法 在一句说话里面 去说出这个重点 highlight emphasize 这些东西就是 这个 这个的 汇转的这个意思 这张图 你见到的 这张图 有用颜色来分别的时候 埃及是橙色 亚述是绿色 以色是紫色的部分 你见到 神是说 我由埃及召你出来 那你就有紫色那块地 你可以进入加南美地 这个就是那个应许 那你就在紫色那里 按居落叶 但是因为他们不听话 拜偶像 拜偶像的时候 神的愤怒 神就说 今次你们要回埃及 只不过 你不是truly 要literally 去回埃及 不是回埃及那块地 今次 绿色的部分 亚述的王 要落到紫色的部分 去管治你们 去管一下你们 这个是回埃及的意思 往往就是因为神 祂是公义 祂是禁公义的时候 祂一定要施行公义的审判 有公义的惩罚 在前几章 可能是过往几个礼拜 你们有去看第四章 和第五章的时候 其实神已经将 以色列人 邪恶的指控和证据 都摊出来了 第四章 到第五章的时候 如果你是觉得 在法庭的情况 其实已经宣读了判词 那判词已经是pronounce了 到这个位置 第十六章的时候 就告诉你们 诚戒这个惩罚的原因 原因也是 因为他们不悔改 不悔改就是原因 是不是跳了 我按不到 是不是你帮我按的 诚戒的原因 那神呢 我们讲 神是出于爱的去管教 那神呢 他就是 珍言都这么说 神所爱的 他一定要管教 就好像 父亲管教 他喜爱的儿子一样 那管教的时候 是很难顶的 没有人喜欢 其实是被人管的 但是呢 我们要记得 神爱的 他一定要管 你不爱的 在希伯罗书里面 都有说 你就是师生子 你其实不是神的儿子 那他忍得你 不管你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 story 那很多年前 十几年前 那我还在law school 读第二年班的时候 那教授呢 就举斩我和两位同学 去校外 去参加一个模拟法庭的比赛 那这些模拟法庭比赛呢 其实就是真的模拟 真实世界的法庭 司法的程序 那所以比赛里面呢 有很多文件 有很多这些的诉讼文书 要交换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deadline 一定要拔的 如果拔不到的deadline 那整个学校呢 你整个比赛的对面 就会输了 那我们的教授呢 他为了make sure 我们一定是拔到 这些deadline 而是代表学校出去争光 那样 都要做得好呢 他就比正常的deadline的条件 就更加严格 设置了个internal的deadline 设置了internal的deadline so that如果我们 弄掉了deadline的时候呢 我们真正的deadline 都ok的 可以做得到的 那的确实我们三位同学 三位同学 因为没有经验 和从来都没合作过 那我们真的弄掉了 第一个deadline 就是教授设置给我们的internal deadline 那但是呢 我们都 就是叫做成功地呢 在比赛的deadline 都没有miss到的 但是都submit了所有的东西 那就是 当没事发生啦 那就是 仍然ok 代表学校出去 啊 怎么知道呢 这个教授呢 他不是怀恨在心的 但是他呢 他就说 因为你虽然 是仍然可以帮学校出赛 但是你呢 miss了我在学校里面 设置给你的deadline 你们这三个人呢 都要受罚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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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受 成佳 哇 那哇 怎么成佳法啊 那他就说 你要连降四级 连降四级的意思就是说 由A 拿A的 就变成了 拿B minus 影响的GPA 很厉害 那当其实呢 我是deadline 我的想法呢 就是说 喂 我要以最高的学校排名 去毕业 那我才可以 拿到稳定的工作 一心就是想着 要用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力量 去 用最好的成绩去毕业 你这样去punish 你这样去 你 know 去 就是 拿走我的分数 我好不服啊 就是 我是好 觉得是 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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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知不知 因为我刚才讲的 有三个同学 三个同学都是同一队 代表学校出赛 其餘那两个同学呢 哇 他们厉害 即 即 我退了 就是退了个学分去 不抵 就是你要罚我吗 我不抵 我抵了另外一课 那 教授 就是那个 教授没有他负 你不抵 你不抵 就是 就是 没有他们负 那我自己在那里祈祷 我就 就是 同神讲 在祷告里面 圣灵就给我们一个催疲 那这个催疲呢 就是跟我说 啊 是 你究竟是要逃避责任 还是选择 是要承担责任呢 那我知道 逃避当然是最简单的方法 其餘那两个同学都立即走了 但是呢 我知道神是要我学习 承担的功课 所以我就 接受了教授的惩罚 连降四级 在这里呢 其实要想说的就是 是被管教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 是你们会逃避呢 还是你选择承担责任呢 当我们承担责任的时候 我们是要转向神 转回啊 回转啊 又是repent那种字 转回回转 转向神 不是转离神 都是同一个字 不是向着一个另外一个方向 背叛神 离开神 拒绝神的管教 回想一下 回转和悔改 你在生命里面呢 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悔改和回转呢 有些什么偶像你是需要除去 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很快 那看看第三点 神的怜悯 我们在神的怜悯里面 怎么看到神的足印呢 爱的足印呢 第八节 以法连啊 我怎样离弃你 我怎能离弃你 以色列啊 我怎能放弃你 我怎能代你如阿玛 我怎能当你如洗扁 我回心转移 我的恋爱大大发动 我不能发出猛烈的怒气 不能全然毁灭 以法连 因为我是神 不是人 并非世人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我必不再列路中临到你们 第十节 耶和话必如狮子敲轿 子民必跟随他 他一敲轿他儿女从西方战斗以来 他们必如雀鳥从埃及恐惧战斗以来 又如甲子从阿朔地回来 我必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屋 这是耶和话说的 OK 你看回这个timeline 神 透过河西亚 他指着 几多年前 2066年 这个是 before Christ 就是亚巴拉罕的时代 亚巴拉罕的时代 有没有人知道 索多玛摩拉 一定有听过 应该 有听过 索多玛摩拉 在创世纪的时候 神是用 硫磺和火 从天上 不是降下马 是降下火 和硫磺 灭了这两个城市 索多玛摩拉罕 洗扁和厄马 刚才提到 洗扁和厄马是什么 原来 很少人知道的 但是这两个地方 也是很近 索多玛摩拉罕 当时 是一起被灭的 我们 在 看圣经的时候 就知道 索多玛的人 是最大 为什么他们要被灭 就是因为他们 是极其邪恶 没有办法 一定要被灭 神现在 在《荷西亚书》里面 有一个 internal的谈论 他自己和自己 在说 他说 我怎样可以 对待以色列你们 好像我对待 洗扁和厄马一样 好像我灭 索多玛和厄马一样 他不能够 他不能够的意思 就是 你听不听得出 他的心声 他的心声就是 不忍心 不舍得 因为他爱以色列人 他不忍心 他好像 2066年前 这样 用火和硫磺 去灭了 两个城 两个城 或者三个城 四个城 去灭了 回转 神这里说 用一个很漂亮的字 会心转移 是中文的翻译 会心转移 这只字 有很多的含义 可以是改变 翻转 翻腾 轻覆 推翻 或者毁灭 在生命记 尤其是这样说的 耶和华 在列路中 轻覆了 所多玛 奥姆拉 压马 洗扁 这种压马 洗扁 轻覆这只字 就正正是 回心转移 这只字 你看到文字游戏 那个wordplay是怎么玩的 神没有推翻 没有推翻了 所多玛 没有好像 推翻所多玛 奥姆拉一样 去推翻以色列 反而是推翻了 自己的心 如果我再说一次 就是说 神没有好像 要傾覆了 所多玛 奥姆拉 洗扁 压马一样 来去毁灭以色列 反而是改变了 自己的心 三个字 是同一字 神怎么样自我克制 怎么样会回心转移 无端端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 他自我克制的这件事 是一个obay 但是虽然是obay 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 明白知道 但是何西亚也说了三个原因 告诉我们 为什么神可以有自我克制 第一 神 他是怜悯 他有怜爱 他的怜爱大大发动 这个就是 神做人 他是爱我们 他做我们出来 他不喜欢人的罪 不喜欢人的邪恶 但是 他爱人 他对人的怜爱 大大发动 第二 他是神 他不是人 人 人就很喜欢说justice 我不知道有哪位在这里 看过这个 Spider man Spider man no way home Spider man no way home 不想说这么多了 但是他有一幕 就是说 Spider man 很多怨恨 很多愤怒 为什么 因为他的亲人被杀 他要报仇 他是一个复仇者 他要把杀害 他的亲人的人 要他 报仇 要他杀害 但是他的盟友 阻止他 不要被他杀害 因为Spider man 都不是神 他都不能够 好像神一样 神说他是神 他不是人的意思 就是说 他有能力去克制自己 不是好像我们人 我们有挑剔 或者被人家伤害了的时候 我们想去伤害别人 但是神不是这样 神是说 他是神 他能够控制怒气 他能够指示他的怒气 他是可以control 他是in full control 神还说他是圣结 神的圣结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 因着他的名的缘故 他一定会履行他的承诺 因着他的名的缘故 一定会履行他的承诺 其实如果你熟圣经的话 这件事 都是曾经发生过 下个slide 神是承诺要复兴的 但是在神忠于他的圣结 这件事上面 曾经发生过 金牟毒事件 创世纪 I mean 出埃及的32章 你记得 出埃及的40年里面 他们出了之后 就有 这个创世纪 对不起 有这个 金牟毒事件 金牟毒事件 就是说 他们是要 离弃神 拜金牟 但是 神就非常非常愤怒 愤怒到一个地步 就是说 我要杀死这帮人 摩西就说 不行 神 不要 你顾念 你还有 对亚伯拉罕的承诺 这帮人的后裔 一定要 入到加南 因为如果你 你不守乐言的话 其他的族裔 其他的民族 会怎么看你 这位神呢 神 纪念 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 神 收手 没有 他完全毁灭 这帮人 神 回心转意 是 意味着 他愿意 重新 收复 跟以色列人的关系 他应许 复兴会来到 在以赛亚书 在以赛亚书 那里是这样说的 他就说 万君之如说 他 他 刚才那个浪费 很快 万君之如说 他是这样说的 他怎样定义 他就 怎样会成就 他怎样计划 事情 一定会怎样发生 神 他定了计划 他就按着 他的心意 一定会成就 他定了 要 修复关系 他定了 要爱这帮人 要跟他们 有和好的时候 他的计划 是会实现 的而且 历史 见证着 这个亚术被毁灭 也是见证着 以色列被老 之后 归回以色列地 神 他对人的爱 我们就看到 是不会被人的邪恶 他被掩饰了 人的邪恶 是不能够 胜过神的爱 可以这样说的 你记得 我刚才 跟大家分享过 Law School的小故事 其实这个 要Punish 要惩罚我的 这个Professor 他第二年 Punish了我之后 第三年 他竟然 他竟然 再一次邀请我 代表学校去出赛 按着功利 按着道义 按着理由 说道理的话 这个教授 是完全没有必要 完全没有必要 是要再给一次机会 这个Second Chance的机会 是很难得 我尤其是知道 自己是不配的 你第一次给机会我的时候 我都blow了 我都没有做得好 你为什么可以再给 第二次机会我 去再为学校出去比赛 但是他竟然 罚完我之后 给第二次机会 给第二次机会 我就知道自己不配 但是又被 又被减酸 又被损赏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 totally 是知道 这个是一个神的恩典 这个是我蒙了恩惠 蒙了怜悯 蒙了怜述 这个的心态 让我更加的全力以赴 去做好这个比赛 不要枉费这个教授 对我的悉心栽培 抱着一个蒙恩的心态 去出赛 结果呢 长话短说 在美国的赛事里面 我们要第二名 晋升了这个 国际级别的比赛 在最后我们去到 英国牛津 在全球 115队 队伍里面 神竟然 竟然 让我们一个 小小的基督教的 一个law school 在他面前蒙恩 是拿到第二名 回想起来 这个完全都是 神的恩典和怜悯 没有可能是 需要给一个second chance 在一个 正常law school的情况下 没有可能再损赏 一个已经是 好像不合资格 已经是fail了 internal deadline的一个人 有这个second chance 这个恩典 蒙怜悯的时候 你就要全力以赴 我们的神 是满有怜悯的神 一直等我们 回到他的身边 等我们 回转回到他的身边 他没有 只是按着公义 给我们有应当的惩罚 相反 他愿意为我们牺牲 虽然 按着公义 按着情理 他绝对有权 是完全的 去毁灭我们 其实按公义 我们死定了 是不是 但是神用他的耐心 用他的自我克制 去完成 去救赎的计划 给我们有机会 second chance 收服 和他的关系 当你有second chance 的时候 你有没有好好把握 你的second chance 当你有second chance 的时候 你有没有用一个 我已经蒙受恩惠 蒙受恩典 的这个心态 去活出 荣耀神的人生 神爱 终极的行为 就是耶稣 在十字架上面 他不觉得自己 是同神 是同等 反而愿意 是降生为人 这个是一个 自我克制 为罪人死 三天之后复活 以至信他的人 可以得到永生 爱是有牺牲 圣经是这么说的 唯有神 唯有基督 在我们 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 既然我们是蒙受神 恩典 怜悯的人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怎样去回应 神的爱 我们怎样 在待人处事上面 去活出 我们是一个蒙恩 又是得救的人生 今天我们神 透过 他的作为 透过他的管教 透过他的怜悯 我们看到神的爱 查考到神 他爱的族人 神用父子的图像 去描述 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 我们看到 神如何保护和 供应以色列人 在感恩节里面 我们鼓励 鼓励第一兄姐妹 鼓励第一兄姐妹 是回顾一下 神对你的保守和供应 要记得 主去爱的 他一定是管教 被管教的时候 你要选择 是要转离神 离开 要refuse reject 这些管教 不要 还是要转向神 要拥抱 进入神的怀抱里面 是承认责任 悔改 回转 这个神 我们信的神 是满有怜悯的一个神 他用自己的内心 爱心 自我克制 去爱我们 他感谢神 给我们有这个机会 回转 他不只是按着公义 他给我们 有应当的懲罚 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基督的恩典 流落出来 我们一起徒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今天 有机会 是会顾到 在以色列历史里面 你奇妙的工作 你的作为 感谢你 在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 你已经先爱了我们 帮助我们 悔改 回转 回到你的身边 感谢你的怜悯 你的关爱 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你的爱 帮助我们的生命 流露出你基督的恩典 让我们活出一个蒙恩的人生 奉耶稣名求 阿妹 感谢你